好,大家好,大家好 港股這兩天正宗就叫做有反彈,就沒有升幅了 彈多少彈不起 上個星期試過一次落到28,600 都是威風是小的 彈上去差不多一千點 接著縮回頭 這兩天又再試一次28,600 但今天的反彈明顯就弱了很多 上到29,000左右 因為主要第一都是擔心美股 尤其是拉斯特那邊 第二就是A股 兩會開這麼久跌了這麼久 大家對後市的信心都不足 28,600這個位置非常重要 50天線 和之前都說過 都是第一個支持位 如果穿了的話 真的有定心理準備 拉到26,600都不定 暫時來說 我覺得市場還是淡一點 要小心一點 新經濟股 拉斯特的影響繼續會受壓 至於之前炒開的舊經濟股 那一類的股值 因為外於他們本身的業務 以及接下來的業績 那股值不敢一次過拉得太高 所以你靠這班舊經濟股 將指數撐起來 就不太靠得住 所以我想指數也是會弱下去 除非你說 突如其來 兩會之後 A股有一個很大的行程走出來 如果不是 我想28,600可能試一次半次 就會穿下去 那就先有定心理準備 所以你想撩底的 真的要分兩住 第一住在28,600 第二住在26,200 或者26,500 這些位置才再考慮 短線投資者的話 一定要一件事 就是 有股吃就馬上吃掉 先不要等 因為這幾天也是 等一等 價錢不見了 謝謝大家